柬埔寨当地的简中时报 14号傍晚刊出一张 晚安小鸡疑似跟同伙 在警局拿着直播时 穿在身上的衣服照片 神情看起来有些沮丧 事实上台湾警方白天也证实 他涉嫌发布自导自演的造假影片 故意损害柬埔寨的形象声誉 上午已经被当地警方 带回西港的警局制作笔录 根据了解 他在12号先声称 进到了诈骗园区 随后就遭人殴打颅走 隔天却再度开直播 不但穿着破烂衣服 还顶着被剃掉一半的头发 以及展示身上的伤痕 表示自己已经逃出魔爪 而由于话题惊悚 当地省长还一度公开喊话巡人 只是画面最后被查出 是在已经废弃的金水园区 而非他自己宣称的凯博园区 另外家属迟迟没有报案 也被人一一戳破他的谎言 如今西哈努克港的警察局 也将在15号下午 来召开记者会 说明详细内容 而晚安小鸡 依照过去类似的案例 可能会被依 煽动歧视罪 或是提供虚假申报罪 甚至非法干涉公共职能之行使罪 遭到侦办移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